近段时间以来 除了苏妈和老黄都在研究自己的显卡技术以外 隔壁的英特尔也并未闲着 一直在努力打磨自己引以为豪的12代酷睿 然而从最新的情况来看 英特尔方面似乎又有了全新的突破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不用多说 自从体验过11代酷睿牙膏倒戏的绝技之后 相信不少玩家对英特尔都是又爱又恨 除了高好技能的表现外 企业确实成为了英特尔的过渡产品 所以不少的等等党都在期待12代酷睿的到来 而根据前段时间推特用户9950pro所泄露的路线图来看 目前关于Elder Lake的部分计划也得到了确认 其中基于Elder Lake的12代酷睿将于2021年Q3季度末问时 但根据Egos Live的消息表示 由于目前静元材料依旧处于短缺状态 所以12代酷睿已经被推迟到了今年11月 除此之外 从目前所曝光的参数来看 12代酷睿将会是英特尔首款正统的10nm桌面器处理器 会基于10nmSuperfine工艺打造 同时也会集成第二代XE架构核显 其中旗舰款的i9-12900K 最高规格可达16核心24显成 而为了避免再次出现11代酷睿发热量与功耗过高的情况 12代酷睿将会集成业界广泛使用的大小核设计 其中Golden Code大核将拥有8个高性能核心 最高频率为4.6GHz 而GraceMont小核也将拥有8个高效率核心 最高频率为3.4GHz 但这仅仅是1S版本 而从最近Hot Outworld所泄露的QS版本来看 其舰款i9-12900K的基础频率为3.9GHz 锐频达到了5.3GHz 同时在Cinebench R20的测试里 i9-12900K QS版本获得了11300分的优异成绩 而主流的i7-12700K QS版本 以及i5-12600K QS版本 也分别获得了9500分和7400分的好成绩 对比此前的1S版本均有着大幅提升 但如果要做比较的话 目前11代酷睿的旗舰款i9-12900K 在Cinebench R20的跑分率大致在6300分上下 而隔壁AMDGZEN3架构的锐勇9-5950X 在Cinebench R20里的成绩约为10500分 相比之下 12代酷睿i9-12900K QS版本还要略胜一筹 但值得注意的是 5950X可是拥有16核心32线程的规格 相比i9-12900K还要多8个线程 看来12代酷睿真的有望将AMDX改为IntelX了 重回巅峰不再是梦啊 但玩家们可别高兴的太早 目前根据推特用户Yuki表示 如果想要发挥出12代酷睿的全部性能 则必须在Windows 11操作系统上运行 究其原因则是Win11在调度机制上有了重大调整 看来Win10联盟仍然是无坚不垂啊 另外由于12代酷睿本身的尺寸也有变化 同时主板插槽也升级为了LGA17 所以与支配到的芯片组 散热器甚至是机箱等等都得全部更换 换而言之 除了不用更换显卡外 想要用上12代酷睿 最好是组装一台新电脑 至于大家更为关心的DDR5内存 究竟会不会是12代酷睿首发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单位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强 我们下期再见